誰還要不要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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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美人喔 喔喔喔喔 幾歲啊 你是吃防腐劑還是吃好瘦劃劑喔 喔喔喔喔喔喔 撿妳妻子 喔喔喔喔 那還有妳 大頭子 我沒看 妳頭也沒駕小一點耶 還快吃兩顆小鹽的啦 喔喔 妳當作妳沒事了是不是 不務正業 吃飽在賣水餃 還可以做人 嚇兩阿嬤來給妳妻子吃看看 比較正經的 叫妳妻子每天都要小王 她還給妳 什麼 就是在說妳 在看電視的這個 妳是吃飽太鹽沒事做的啦 導播你有沒有弄這個蜜蜜 後面我沒事喔 我如果電視看出來的時候 如果不給我賣錢 你就知道是導播喔 模仿我還可以來一個加分題 你也會模仿嘛 沒有 我是沒有像八滴那麼厲害 可是我有最近偷學了一下下 學了一下我們三立以前 有一個八點檔非常火紅 這台灣霹靂火 有一個角色 裡面有一個 大家很愛 合作李彥平 公車評 很敢叫 可麗節 可麗節 可麗節的那個角色 你要模仿公車評 因為那個媚人 媚到整個媚一片 媚到人家又會聽得很開心 還會送 很不簡單耶 很難耶 真的媚一片 還都媚到人家 媚到人家很開心 是啊 你比較旁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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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美人喔 喔 喔 幾歲了 喔 喔 妳好 還可以補齊成這樣好 不好意思 不然妳是吃防骨劑還是說 塑化劑 喔 喔 可保養 可保養 比較旁邊的 不要啦 不要這樣騙妳組嘛 喔 這裡還有妳 大頭 唉唷 唉唷 我還沒看 妳頭也沒多小一點耶 妳是她的頭部她有講到 如果有她喔 會記得吃兩粒小鹽的啦 妳叫什麼 八弟喔 嗯 六個這個 一個哥哥 對 都像我媽媽祖連參訓 我跟妳說啦 妳不用在那太強了啦 本財產的時候 妳就在死啦 什麼 喔 妳當初妳沒事了是不是 哈 哈 不務正業 吃飽在賣水餃 浮現水餃 那不可以做人 嚇兩人 阿嬤給妳祖母吃看看啊 尤其尤其還有啦 我常在看妳的IG喔 常常妳抱妳媽 妳媽這樣整天說 老公好幾天沒有回來 有好想老公 比較正經的 叫妳媽喔 也整天在那裡消紅啦 她還給妳 有好 就是在說妳 在看電視的這個 欸 阿妳怎麼每禮拜 六點半都准是在看超級容忍棒 妳是吃飽太炎 沒什麼事做的啦 我跟妳說啦 是說看電視也好啦 多聽我一聽喔 比較不會老人痴呆症 阿 阿導播妳看我那好嗎 導播妳不要弄這麵筋 後面我沒什麼事喔 我跟妳說喔 我如果電視看出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給我閉嘴 妳就知道死的導播喔 妳的工作人員是在笑什麼 我黏著在說幾瓶黏到買死 都沒有人拿來喝 你們現在是怎樣 快一點啦 過了錢嗎 快一點啦 拿桌啦 真的不好意思 有一個說自告奮獎 想要給妳練一下 阿毛老師 阿毛老師喔 他說他沒有妳練怪怪 阿毛老師 阿毛老師 妳這團的也稍微怎麼搞的 蛤 那如果在用的時候 打敗敗敗敗 喝熱酒的喝熱酒 無瓶狂的無瓶狂 哪瓶的哪瓶的 阿各位妳都過了 蛤 妳一個人在這裡隔離 很高興喔 妳應該是沒有確診啦 或是確診妳用整理 妳沒有確診啦 阿都過是都真的喔 陳孟賢人去哪裡啦 陳孟賢人 陳孟賢 陳孟賢 回來喔 還回來喔 等一下 拜診啊 尤其那陳孟賢 奇怪耶 讓我們看的觀眾都很愛看他耶 那個小哥那女孩 還要去咳咳咳咳咳咳 五個顆顆顆顆顆顆 很足球那女孩 妳怎麼這麼愛看 是說他唱我不好聽 妳沒看我看 我是念完了啦 妳是刷嗎 刷 厲害耶 尊貌協會 厲害… 太敢跟他吵了 我覺得他可以從 我覺得他可以從早上罵到晚上 可以 如果我們沒有阻止他 他會怎麼樣 我跟這種人結婚我應該會轟掉 而且還有在想婚姻的事情 沒有… 可是被他罵會有種很爽的感覺 他都有罵 他都有罵到每個人的項目 而且他罵的當中又帶有一點祝福 對啊 你給我吃消炎 你吃兩隻吧 那個感覺是台語版的吐槽大會那樣 很厲害 目前這樣他敢聲鼓勵一下太優秀了 整天吐槍 吐槍槍的時尊 我的夢塞哪吐 哪吐槍的時尊 請你到沒有一兩千在身邊走 以前就不會結束 請大家繼續健身 走勾安向前行 孤孤坐坐 弟弟妹妹 乖乖 聽話都不會走 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身體健康就好煩惱 都不會贏 我還是聽他說 阿公阿嬤我們 這兒有帶走 我一直都會逆 legislators 他們都會爭口 只要身體健康就osig 有意義 我的就有意義 只要身體健康 我的就有意義 雙心 也過一日 有如快快 嚕嚕嚕 也時來過一日 以前就要結束 請大家歡歡喜 快快 嚕嚕嚕 用車好天 咕咕坐坐 弟弟妹妹 乖乖乖跳的 都不用走 阿公媽媽 爸爸媽媽 身體健康 標無反動 都不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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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謝謝 盛夢賢 謝謝舞蹈老師們 盛夢賢這條題 你是經常會在這個生活中找題材 而且你的改編是會讓人家玩耳一笑 而且是有創意在裡面 我覺得你有一直在進步 所以這兩位都有非常好的才能 我覺得今天舞台上邀請二位呢 真的是很棒 謝謝老師 是我們的榮幸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阿德老師請講評 我覺得那個 志偉跟孟賢呢 就是他們的演出喔 有一種特質 就是真的是苦練失練出來的 這絕對不是造腳本 你像寫一個歌詞 要把原來這樣一個感覺 然後再把它填上一個 打破人家那種基本已經既定的印象 然後又要跟十四結合在一起 然後又要精準的把台詞 歌詞背起來 然後又要唱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